六六大大看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我是六大军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本著名的雪香,白川香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雪香宰客的问题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据悉,2016年,中国雪香实现旅游产值2.3亿多元 临场收入2700多万元 然而,这住上一晚东北大通铺却要数千元 这样的雪香,你还愿意去吗? 如果不想沾染太多的世俗味,那么可以选择去日本的雪香 日本雪香指的是白川香 它是坐落在日本大野郡,其浮县的一个传统的小村落 白川香地区以一种特别的合掌造建筑风格为文明 它也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合掌屋因房屋的外形酷似双掌相合而得名 它完全用木结构织造,而且非常神奇的是 它的建造并没有使用任何钉子 仅是用绳子绑扎或采用有粘性的木头来结合 没有使用任何钢筋水泥,却非常坚固 现在白川香留存的110多栋核掌屋 每栋的屋林都有百年以上历史 白川香是日本著名的多雪地带 每年都会被冰雪覆盖三个月以上 积雪厚度达三米以上 为了避免被积雪压塌和浸透 合掌屋的屋顶特别设计成了60度的倾斜角度 屋顶铺设着70到80厘米厚的茅草 造型别致的合掌屋 是冬天的白川香最亮眼的点缀 一动动合掌屋错落分布在冰天雪地之中 屋顶上铺着厚厚的白雪 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冻雪怪 日本雪乡最吸引人的一点 除了合掌屋就是点灯仪式了 这种点灯指的是点亮屋外的探照灯 将合掌屋内外都完全照亮 梦幻的灯光和这洁白的雪景 仿佛置身童话世界一般 每年的点灯仪式都会吸引大量游客 它不是一年四季点灯 而是一年仅有在几天时间点灯 2018年合掌村仅有1月21及28日 2月4日及12日这四天点灯 且点灯时间仅在每天傍晚5点半至7点半这两个小时 为了安全 能够进入合掌村点灯观景台的人仅有900人 入场券为900日元 约50元人民币 门票是非常便宜 但是一票难求啊 据说在这里观看点灯的旅馆住宿房间 必须得提前一年或者半年预定才行 这要是在中国 点灯一试这么好的赚钱商机 那恨不得天天点呀 门票也肯定不值50元这么便宜 而日本雪乡的商业化元素很少 应本地居民的要求 当局也拒绝更多游人和商业性博物馆等建筑的进入 希望保持完全原汁原味 对此你怎么看呢 对于中国雪乡和日本雪乡 你更愿意去哪一个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